我接到了一个大单子 要把下面这个屯子毁灭掉 所以今天我把我的全身家当都带过来了 特别话上面这个人 这个人是必须要解决的 什么鬼 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吵过不停 出去看看 老乡们怎么都在这 老乡受伤了 什么情况啊 我去 天上还有一架直升机呢 而且还吊着个房子 厉害啊 找狗子问问情况 狗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大早这个飞机就在这了 而且还用导弹对村子进行了轰炸 这也太狠了吧 不行 村子遇到危险了 我得做点什么 先把家伙们拿上 我去 刚刚是什么声音 难道是导弹吗 他在那瞄着我呢 看来不能从这边出去了 从家旁边挖出去吧 这已经不是我能解决的了 快去找找妹们商量商量 先来到顶上看看情况 头像没有注意到我 赶紧到村子家来 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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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妹们 村子又又又又又 遇到危机了 先怎么办 你说让我去解决他 你是在逗我吗 他手上有火箭筒 村长 咱们是有火箭筒吗 没有啊 看来昨天就是完了 我还没玩火 让我打开箱子看看 我去斗大车 真改劲 这可比火箭筒牛皮多了 好了给我找妹 等我了好消息吧 过去 他发现我了 会是被他炸出了一个大洞 喂 少妹们 我不给你们扯了 我都赶紧走了 扭了扭了扭了 少一个平房 就这吧 把我打蛋车放下来 进入驾驶室 把导弹放进去 哼 现在轮到我了 开跑 太残暴了 哈哈 炸的面目全非 看看他好像掉出来了 我去看看吧 来 go 哎呦 你小子病还真大 说吧 谁派你来的 来 嘴还挺硬 讨你干嘛 不起来 你准备好承秀老乡们的怒火了吗 嗯 上吧 老乡们 报仇的机会来了 哈哈 看到老乡们很麻辣了 哈哈 今天又是熟寸子一天呐 哈哈